上一节课我们讲了中国话的分类 这一节课我们讲第三课 笔墨技法 笔墨是中国话的特征和精华所在 没有笔墨不能称其为中国话 笔墨一词从广义上来讲 只利用笔墨所达到的画面气象 色彩张法意境品味等著方面的绘画语言 狭义的笔墨是专指用笔用墨的技巧 主要是线条的运用 其次是墨法 且利用水作用于宣纸 所产生的浓淡干湿深浅的变化 墨法中还包含着色彩的技法 第一讲笔法 笔法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 一是指笔的本身 不同的笔毫 于墨水色纸 作用后产生的效果也不同 二是画家以纸万壁 不同力的作用于笔端而产生的不同艺术效果 包含了作者的行与神 气与力 笔方行笔时 有中风 偏风 侧风 墨风 等几种 另外 还有藏风 漏风 顺风 逆风 等差异 若不懂得各豪各风的作用和方法 即使能趋架住毛笔 而画面也难得有千变万画的笔墨效果 中国绘画齿笔同于书法 传统齿笔所应用的压勾格底液 是初学者必须要掌握的基本要领 要做到指食掌须 拿毛笔时用大拇指 食指 把住笔杆 呈龙眼或凤眼状 中指随着食指抵住笔 直住笔后 一般笔杆不超过食指的第一指节 指食 掌须 万平 五指齐立 运转收放自然 笔封行笔时 有中风 偏风 侧风 卧风 等几种 中风之笔 是将笔管垂直 与指呈90度 笔尖正好留在墨线中间 画出的线挺拔流畅 一般使用于勾勒人的面部 或者是衣纹 等各种物体的轮廓线 侧风的纸笔 是把笔管横握 与指呈各种角度 笔尖不在墨线中间 笔尖一边光 而笔腹的一边毛 并有非白的效果 山水融画在村擦部位上 多用侧风 画出的线 有厚重毛的感觉 藏风 是为了使笔线含蓄 而不落火气 有意不落锋芒 以强调某些物体的质感 藏风用笔有顿着之意味 落风用笔是在笔画的首尾处 都留下明显的笔痕 看起来锋芒笔漏 藏风和漏风在书法上吸取了很多经验 凡是按照自然的书学习惯的顺序行笔的 都叫顺风 如果采用相反的方向 把笔风逆转来画 笔风也采用逆式 这就是逆风用笔 转是画圆的手段 折是画方的方法 提是画细线的方式 按是画粗线的技巧 托笔握管处要高 而且要选轴画 使拉出来的线条有舒畅之态 像画水纹 河梗 藤蔓等 都使用此方法 占笔 又称颤笔 是在行笔中微有抖动 以避免线纹至光滑矮板 表现于用笔上 是指填暗在颤抖中行笔 画出的线形 有像枯藤绳索 齿色而又凝重 钩 国画用线表现无相 山水的纹路 人物的衣纹 以及动物的羽毛 流水的波浪 许多物像 都用钩的形式来表现完成 村 村的功能在于 辅助钩线时 所未进完成的效果 包括物体的体积 阴阳 纹理 质感 进一步填充完成 一般做号的顺序是 先钩 后村 随钩 随村 擦 擦是横落笔尖 轻轻地用笔腹 沾着淡墨 在村过的山石 和树皮上擦拂 以增强厚度 和毛的感觉 碘 在中国山水画中 它概括着许多样 萌绒丛生的野花 野树 中国画也常把碘 视作最后一道工序 如画龙点睛 山水画之最后的提醒 都用点来解决 撕 撕是一种笔法 是用散风来撕 就是把毛笔的头 撵开压平 利用这种扇风 一下就可以画出 很多根细的毛 如画老虎 或鸟的毛鱼 枯笔 枯笔是当笔占墨后 笔风经过连续的韵笔 呈现出不整齐的笔毛 可以画出干枯的笔翼 比如枯树皮 石头表层 等等 都可以用枯笔来表现 飞白 飞白注重散风的效果 画虚处的山石 皮毛 柴草 或画不经意的地方 也可以具有 锥画纱的效果 利透纸背 利透纸背是纸国画 用笔陈雄厚重而言 初学狗画的人 常常施之于软弱浮飘 虽然形象画出来了 但用笔软弱 不耐人欣赏文味 要做到笔力缠着 一方面是临摹 在临摹中认真的磨练 包括书法 练笔 所谓百练刚化 围绕纸柔 不管是浓墨 淡墨 也不管是快笔 慢笔 都要画得不符不滑 这一节课我们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们讲 用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